好 現在是戲劇喔跟電影 一樣會有暖身體 喔 看到阿信的大連蛋 欸 那不叫什麼 追夢 3D 追夢喔 對對對 我記得我演一個計程車司機的樣子 好 那小姐跟我講問你 因為那也是五月天算是比較少演戲的機會 那你也在現場看 你覺得他們演技怎麼樣 就不要提他們的演技 唱歌就好了 哈哈哈哈 主要是歌手的形象包袱太重 但是 怪獸在逆轉勝那邊做得不錯 他願意弄得很邋遢 很像他在錄音室睡了好幾天 然後睡眼醒鬆 然後幫我彈吉他那個時候的樣子 你根本就是本戲演出啊 對 來 第一題 我考這個很久了欸 這是我第一部電視劇 《一南網》 哇 好 真難了吧 哇 我有兩次男扮女裝 這個應該是警察 官兵抓強盜 欸 答對了 我這個樣子的照片 我姊姊被人家笑了很久 因為 你以為是同一片 我自己撿 天啊 以後千萬不要幹這些傻事 扮女裝這樣 感覺很尷尬 這是人生第一部電影對不對 我第一部電影 然後我演一個新進的警察 然後我那時候被派任務 要去抓一個色狼 我記得在現在是228公園嘛 所以我記得我化了女裝之後 我要去上廁所 然後我就傻了 到底要上男生還是上女生 因為我如果上男生 可能會引起那種 大家的差異跟異樣的眼光 如果去上女生的 萬一被發現了 人家會把我當成色狼 我後來就跟製片講說 麻煩派幾個工作人員陪我去 然後先幫我進去看看有沒有人 然後在門口幫我擋一下 我記得那時候 因為男主角是 陳松永 詠歌 哦 然後他就跟我說 當演員要放下一切身亂 又在模仿他 哈哈哈哈 乾淨 啊 看到金城武你就知道 啊 也太帥了吧 我知道你在講金城武 難啊 你要撐在那隻鴨子嗎 哈哈哈哈 金城武我跟林志穎 我們合派了報告班長3 所以我們到現在都是很好的朋友 真的假的 那你跟他吃飯要不要帶我們去啊 不會 我不會帶你們去 為什麼 欸 你跟奶茶說得一模一樣耶 他可以很低調 然後他不喜歡太陌生人多的 這場的 那你常常有做一筆桌嗎 他們假裝櫃桃就操櫃桃 哈哈哈哈 這輩子還沒看過金城武耶 小七哥 沒關係 你可以留著 這個一輩子的夢想跟一輩子 我記得那時候我還是在服兵役嘛 所以我是被吊派出去的 我還得負責他們的安全 哈哈哈哈 當時林志穎跟金城武的歌迷 都在我們拍戲的營區外面 互相校正 我要去制止他們 因為太大聲我們沒辦法拍 哈哈哈哈 那你工作很累耶 我還被趕出去呢 哈哈哈哈 走開 不干你的事 哈哈哈哈哈哈 好 來 下一題 大S 這是龍鳳店吧 嗯 對 我演鄭德皇帝 這是微服初尋 然後發生了一個人串的那種 雞飛狗跳的事情 大S演的是李鳳姐 下一題 哇塞 這是我唯一的一部同志電影 明天記得愛上我 我演一個蠢蠢欲動的那個 後來出櫃的中年大叔 我記得那個時候 我幾乎每天都泡在同志酒吧裡面 因為我要去觀察他們 研究他們 還有了解他們的內心世界 我在那裡非常受歡迎 大家都對我很好 好 下一題 這是花好月圓 每一年我在元宵中秋啊 或是七夕情人節 我都會被邀請去唱花好月圓夜 因為我拍了花好月圓 所以我寫了花好月圓夜 所以這個是跟楊千華的電影 下一題 咦 也是果妝 也是果妝了 應該是新楚留香 其實說真的 我當時是被邀請去唱主題曲 當時是楊登奎先生當製片人 然後跟我說 他最近有兩部電影要拍 一部是楚留香 一部是天龍八部 我說那我演天龍八部 他就罵我說 你是個笨蛋 當然應該演楚留香 我說為什麼 你身邊那麼多美女有什麼不好的 真的 靈心華仔 黎姿 黎姿 然後楊詠怡 然後林熙磊 哇塞 沈髮容 哇一堆啊 那誰要演天龍八部啊 哈哈哈哈 下一題 哇看到張博之就知道 是心願了 這是我第一次當電影的男主角 心願裡面的這個洋蔥頭 還蠻討喜的 流的眼淚最多的一部電影 這個電影到現在還是很多人喜歡 我拍的時候我也滿感動的 對不對 下一題 唉唷 這男的吧 這個我就不知道了 太棒了 太棒了 但是這個電影好像 我演淫賊的紀錄 我都應該是二十三十四次 欸 艾佳姐當時叫我去演二十三十四次 有辛杰 有奶茶 我當時是想說 我是跟辛杰還是跟奶茶 艾佳姐就說 跟我 哈哈哈哈哈哈 她就說 你又演一個網球教練 我說好 看完劇本的時候 我發現我是一個 虛索無度 一夜九次郎的 那種性機殼的網球教練 真的 因為我看艾佳姐是 那一幕真的是腿軟 哈哈哈哈 我怕被紅膏 我們就先講話 我們下一題 嗯 跟Semi的 架個有錢人 好像去了米蘭拍攝 然後 然後 假裝是有錢人 其實是個騙子這樣 好 跟Semi的 落跑吧愛情 這是我們 在澎湖拍攝的 那個愛情電影 當時是在 蘭州的深山裡面 去做慈傘 那邊很缺水 然後小朋友們看到我們很高興 然後 我唱我的歌 大家都沒聽過 最後他們的老師 就說 啊我們 會唱一首台灣民謠 唱給您聽 謝謝您來 結果他們唱的是外婆的澎湖灣 一個這麼內陸的省份 然後那邊深山裡面 靠著這個 這首歌 來了解 大海的一個想像空間 我就覺得 我想要把它拍成一部電影 然後 我們就拍了這部 落跑來 原來七七是從那邊來的 我這個碼頭我搭的 我當然知道了 這你搭的 好厲害 這兩塊在嗎 現在在澎湖嗎 沒有那個 颱風來都 都摧毀了 然後房子也是我們蓋起來的 天啊 預算是滿多的 哈哈哈哈 這個很壞 這個很壞 樹大招風 我演一個 冷血的漢匪 這個是演一個 香港三大賊王 原型去轉變的 然後大家覺得我這個壞透了 其實我告訴大家一個秘密 我本來就是壞透了 哈哈哈哈 最後一題了 最後一題了 哦 這個 這個也是壞透了 這個很壞的 本性演出 這個是邊緣行者 前陣子剛上的電影 你那樣是全對耶 對啊 如果你問我一些綜藝節目 那些比較輕鬆搞笑的 我可能真的不記得 誰會去接那個圖啊 太難了 還是我們題目出的好啦 真的 接下來有什麼工作計畫呢 目前都在規劃 下一階段的演唱會內容 還有一部電影 可能會進行拍攝 還有很多電影 要開始進行後期的配音 現在還是錄製我的新專輯的歌曲 因為要求高 所以很累 每一首歌都希望能夠把它做到極致 然後做到完美的推出來給大家 謝謝